我是真的是流了国民党的血 可是天天被国民党喷狗血 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接受苹果新闻网专访 他首度透露最新的选举新声 他心有不甘喊冤着说 自己流有国民党的血 脱党参选 这是假议题 我现在处于危险边缘 选情真的高级了 民进党有动员 把某一些的民进党票员 支持特定的候选人 民进党一直在说我是最好打 对 我最好打 那我最好打为什么 去支持特定候选人 他说南部地区针对初选开了赌盘 本来郭的一面大 现在赌盘却都不看好他 最近就这两天 其实呢 郭的赌盘是赢面的 这两天 就在这两天 不收了 不收赌锅赢的 因为呢 他们认为 有民进党要灌票进去 所以我是有机会的 现在可能我的书面比较大 郭台铭强调 对国民党不会有二心 大家提到非栏不投是对的 至于柯文哲还没说要选 郭分析他的民众 跟我的重叠度最高 他讲的话我听到 他说 所有汉选里面 最有正当性的 是郭台铭 郭台铭又批蔡英文 念法律却玩弄法律 公投案就是一个例子 说他只会保护自己个人的权利 只要赢得选举 不计较一切 温文可怜行的 下指手来却狠狠 郭台铭再次强调 政治要替经济服务 才是解决之道 来爆料每月有赏六十万 一经录用线报一千 照片一千 影片两千 每周点击率冠军 奖十万 月冠军再赏二十万 你敢爆料 我敢给钱